左边 圆多少 54.8 可是特别主要这是什么 磁径 可是你画的时候他预设是半径 不是磁径 所以你要改成磁径的话 你要多输入一个D Enter 要不然你就是要自己再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除以2 否则的话 你画出来的尺寸就不对 这个是113.5 113.5 两个之间距离100 然后要画出他们之间的这个线 特别主要这边的话 这个点特别主要我们在连 有所谓的四分点前面有讲过四分点 可是这个点到这边这个点要连的这么顺 不能用四分点用四分点就会怪怪的 那一定要什么多一个叫做切点 因为每个圆你要跟圆相切 会有个切点 你才会切得很漂亮 你不能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四分点 四分点的话完全错误 那两个之间 中心点相距多少 100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的话 画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反正就把 左边的圆先画出来 所以左边的圆 先给他个中心点 拉过来之后距离 距离多少 距离 特别注意你可以把它除以2 比如说你可以除以27.4 或者是说你可以下方不是有个指令半径或直径D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输入一个DEnter 多一个动作 DEnter DEnter之后的话呢 你再给他还什么呢 多少 54.8 输入上去Enter 这个时候呢 他的直径才会是54.8 你不要直接就输入54.8 那就会是 错误的尺寸 那接下来的话另外一个圆 另外一个圆呢 你会想说 他相距 中心点相距100的话 那你其实辅助线 可不可以画一个辅助线 可以啊 你可以从这边 画一个辅助线 找到他中心点 过来之后多少 100 Enter 好那空白线结束掉 在这个端点上面呢 画一个圆 画一个圆 直接这个圆的话呢 也是直径 所以DEnter 多少呢 113.5 Enter 好那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圆画出来了 这个线就可以拿掉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画习惯之后 我可能不会画那一条线 为什么 因为我画圆 可以这样 也是用追踪的 因为你画一条线 你要多一个 画一条线 然后呢 在线上画 可是呢 其实 新的版本之后 大部分都是 圆 对不对 那 那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